美国总统拜登授权美军 动员最多3000名预备役军人 前往欧洲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称 处于最高战备状态的北约部队 人数已增加7倍 北约大规模增兵 恢复时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 它下一步有没有可能 变成一个长期的动员的计划 就是我第一步先动员3000人 后续可能我还有3万人 还有10万人 就是它做一个梯队 然后纳入一个整体的国家的 动员的长期计划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下部可以关注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俄军在实施反攻 乌军情报局长爆料 已在普京身边安插线人 外媒称俄南部军区副司令 或遭风暴支营导弹袭袭击身亡 美西方对俄发动混合战 将是冲突走向何方 如何打破僵局 西方国家认为 如果前线打不动 就在浩黄打 如果外媒打不动 就在里边打 所以各种谣言 包括以认知战或核战 作为基本模式的这种信息 在不断释放 韩国总统尹熙悦 在参加完北约峰会后 突然访问乌克兰 美韩举行联合空中演习 B-52H战略轰炸机参演 朝鲜尸射火星炮18 洲际弹道导弹 并警告美方核战争爆发 已经不再是假设 美国不断在地区间制造摩擦 到底有何图谋呢 防务新观察 特要军事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今日美国总统拜登授权五角大楼 动员最多三千名预备役军人 前往欧洲执行任务 据悉 自去年年初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已向欧洲部署数万名军人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 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13号授权五角大楼 动员最多三千名预备役军人 前往欧洲执行任务 据悉 自去年年初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已向欧洲部署数万名军人 华盛顿邮报称 目前驻欧美军约有8万人规模 五角大楼官员称 此举不会增加驻欧美军总人数 但有可能改变驻欧美军的构成 允许部署更多预备役军人 此外 据美国海军研究学会网站报道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 和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 克里斯托弗·卡沃利 在北约峰会上表示 处于完全战备状态的北约部队人数数量 已增加7倍 他还提到 在过去一年内 北约已有规模达30万士兵的部队 达到最高战备等级 加强战备的工作已经完成了70% 此前 俄媒称 今年俄军将组建两个集团军 包括一个诛兵种合成集团军 一个空军和防空集团军 以及两个军区 包括亚素海海军军区 莫斯科军区 和列宁格勒军区 并为这些部队的组建提供人员保障 俄军事专家认为 俄军此举是为长期对抗 北约军事威胁做好准备 另据路透社13号报道 乌军指挥部发言人证实 乌克兰已收到美国的急速弹药 并承诺仅把这种杀伤力强的弹药 用于阻止敌军集结 德国智库席勒研究所创始人拉鲁什表示 可以看出北约没有任何意愿 通过外交手段结束俄乌冲突 北约的行为使俄乌冲突 有可能升级为一场全球战争 那么拜登为何此时 批准上千预备役人员前往欧洲 北约不断增兵 会否使俄乌冲突升级为一场全球战争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好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李女士 我们关注到美国总统拜登 是授权五角大楼动员最多 三千名预备役军人 前往欧洲执行任务 您觉得这是在做何盘算呢 我想拜登的这次全新的一个调配 包括重新的一个动员 那么意味着就是当下在峰会之后 就是北约峰会之后 再已经达成了G7 对于整个乌亚提供全面的 安全承诺保证的基础上 一个比较大的军事动作 从这次情况来看 当然它的重点是在 首先是动员 就是它不是说 我对于美国现役的军人 包括现役的在欧洲片区 分布的力量 做一个全新的部署 它是真正从美国本土做动员 而且动员的是预备役军人 就是在所有的 这个额外的基础上 追加三千人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三千人 它对于当下 比如说欧洲片区 已经有了几十万的 包括美国 包括北约部队 在内的全新部署的基础上 这个三千人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 我觉得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弱的 就是它下一步 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 长期的动员的计划 就是我第一步先动员三千人 后续可能我还有三万人 还有十万人 就是它做一个梯队 然后纳入一个整体的 国家的动员的长期计划 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下部可以关注的 那关于美国向欧洲增兵 我们会发现 从去年二月份 也就是在俄欧冲突 还没有打起来之前 它就是美国往欧洲国家 部署的一个常态化动作 特别是在去年 二月五号的时候 实际上拜登 同样有一个三千人的 对欧洲的增兵 但是它增的是现役军人 就是它是从美国本土 调配的两千人的 现役部队 先到德国 到波兰做加强 然后把在德国的一千美军 然后调配到罗马尼亚 做加强 就是它实际上是更多的 现役军人的加强 所以这次我觉得 它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看到 那美国在动员 它国内的力量了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有没有可能当下 美国在欧洲地区 它的兵力 还是有一些捉襟见肘 那么这个可能是 反映出当下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役部队之外 把预备艺纳入到 作战的梯队 而且可能是一个 长期的 比较大规模的输入 这个可能是 在北约峰会之后 那么美国做的 一个全新的调整 那请教杜先生 同时我们关注到 北约高官 在北约峰会上表示说 目前处于 完全战备状态的 北约士兵 已经增加了七倍 同时还表示说 现在已经有 大概30万的士兵 而是处于最高战备等级 这是想要释放什么信号呢 北约的战备水平 和周边部署 出现了若干年 罕见的一种态势 至少两个方面 首先美国 正在用所谓的战争毒药 治疗北约的脑死亡 北约国家长期状态很低 特别是马克龙 已经对北约未来的 这些出路不抱希望 声称进入到脑死亡时代 如何去激发北约的战斗意志 让北约更加团结 而且更有战斗精神 目前看的欧洲的外溢 包括美国所描绘的 这种恐怖状态 会让北约国家感受到 集体恐惧 这个状态下 强化自身作战兵力 把这个军费战比 提高到GDP的2% 甚至是把能够作战的士兵 高状态的士兵 提高7倍 按照北约说话是700% 也说明了目前 北约国家在欧冲突 包括美国所放大的 俄罗斯威胁下 它的战备状态 军费投入 包括各种训练水平 真的明显提高 正在为一场真正的战争 做准备 第二是吹响 对俄罗斯的集结号 一个30万 叫高战力部队 那就是目前综合能力 包括快速打击能力 非常强大的部队 这些部队 如果在俄罗斯周边 大量部署 长期部署 甚至是贴紧俄罗斯的前部署 这不是好信号 这是战争信号 也说明了目前 在不同作战方向上 针对北约北阔 所形成的黄金战略机会 已经在俄欧冲突中 对俄罗斯的严重削弱 北约认为 自己可以把在前线 从防向攻转型 而且要把近距离作战 向远距离作战转变 如果庞大的作战部队 在周边进行部署 俄罗斯压力明显会增大 一方面要应付俄欧冲突 另一方面要应对北约 在周边的各种不确定性 总之它会给俄罗斯的战略布局 构成大的影响 请教杜先生 我们关注到 有德国智库专家表示说 北约目前没有任何意愿 通过外交手段 结束俄欧冲突 北约的行为 只会使俄欧冲突 升级成为一场全球战争 那您觉得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究竟是想要达到 怎样的战略目标呢 首先是控制欧洲 欧洲之前矛盾不多 特别是俄罗斯的关系 正在出现缓和 这样对美国的大国竞争 和战略利益会产生严重影响 如果借助俄欧冲突 把北约俄罗斯的矛盾 提高到战争级别 这样在欧洲地区作战行动 包括借助俄欧冲突的外议 就会对欧洲进行牢牢的控制 另外就是拖垮俄罗斯 因为美国倒要搞大国竞争 把俄罗斯作为竞争重点 如果借助欧洲冲突 强化北约作战能力 从政治 经济 文化 外交 多方面对俄罗斯 发动不同形式的 代理人战争和混合战争 他认为对俄罗斯的消耗 能够达到非常高的状态 如果在俄罗斯身上 能够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里 所写的一体化威慑战略 能够实验成功 得到很高的分数 那么下一步 针对其他大国搞大国竞争 美国就会复制在欧洲对区 针对俄罗斯的各种战略谋划 另外最危险的是 北约的全球化 北约目前正在成为战争工具 如果借助欧欧冲突 在欧洲地区与俄罗斯 发生军事对峙 并获得较大成功 那么今后北约在全球没有对手 除了对大国进行新一轮的威慑 在亚太展开自己的布局之外 那么今后美国的敌人 都是北约的敌人 所以今后北约变成囚约 那么今后在全球各种军事事务 包括其他事务中 搅局者的角色将会更加严重 今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俄罗斯正在投入所有资源 阻止乌军实施反攻 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指出 乌军向南推进的过程非常困难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据播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4号在视频讲话中表示 俄罗斯正在投入所有资源 阻止乌克兰军队实施反攻 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指出 乌军向南推进的过程非常困难 同一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主持 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针对近期在俄边境发生的袭击事件 特别是早些时候 无人机在库尔恰托夫市 库尔斯克核电站附近坠毁一事 普京表示将着重讨论 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 并可能对此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 此前一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披露了 与瓦格纳成员会面时的细节 普京在会见瓦格纳成员时 赞扬了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 对他们卷入军事叛乱感到遗憾 普京称 他向瓦格纳士兵提供了多种就业选择 包括在一名过去16个月 担任该组织实际指挥官 戴号白发的人的领导下继续战斗 邻居外媒14号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 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掌握接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消息源 在离普京最近的办公室 他们已安插线人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通常知道 正在发生什么并且提前发现 另据英国媒体报道 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 安德烈·古鲁辽夫 在电视节目中透露 而南部军区副司令奥列格·错科夫 在乌克兰南部的别尔·江斯克 遇袭身亡 据称空袭可能发生在 当地时间11号凌晨 击中事发酒店的是一枚 由英国提供的 风暴之影巡航导弹 这种导弹的射程可达250公里 美西方是否再对俄发动混合战 风暴之影导弹若袭击了俄军高官 将会遭到怎样的报复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好 林女士 我们关注到外媒称 俄罗斯南部军区的副司令 在别尔·江斯克遇袭身亡 据悉是由一枚英国提供的 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导弹导致的 您觉得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大吗 我看当下俄罗斯媒体 已经确认了这个消息 应该说它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情况 另外从错科夫本人来讲 如果说这次 就是在风暴之影的打击当中阵亡 那么应该说这是俄欧冲突开战以来 俄方最高级别的将领 这个本身的损失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它为什么这个打击会发生 实际上别尔·江斯克这个方向 我在想 它如果真的就是俄罗斯的一个 南部的一个前进指挥所 那这个打击很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伤亡 因为当下知道吗 就是整个的这个俄欧冲突 它的一线它是分区的 就是南部 它如果要是有这个作战指挥所的话 它通常会在亚索海当面 包括黑海当面 这个地方它会形成一个 在南部的靠前指挥 那么当然它最核心的 需要在俄罗斯本土 包括像莫斯科 那么包括像俄罗斯的总参谋部 这边发出这个作战命令 但是它在一线 都是有前进指挥所的 这些指挥所呢 如果说在西方国家的情报的 侦查监视之下 如果说它能够获取 这个获取的渠道 我们说它不是说靠 光学卫星照片拍的 它是靠电子侦查设施 就是如果我发现的 总是有一个位置 总是发出较大规模的 频率比较高的 持续性的电子频谱 而且它的强度 比周围要高得多 那么通常这个地方 它会是一个指挥所 虽然俄方也会采取 一些掩护的动作 比如说它不是每天 都发布电子信息的信号 不是每天都发出指挥信号 包括联络信号 可能会定点定时 但是它也会遭到 西方国家的辨识 那么最终它可能会成为 打竞标 所以应该说 乌克兰一方在整个战场 使用过程当中 它应该是找到了 一些使用的办法 包括有没有可能 就是战斗机 它是以低空飞行 然后发射以后 因为我们知道 风暴之营本身 它作为巡航导弹 它可以做路径规划 而且这路径规划 本身它可以飞行的高度 也比较低 可以飞到100米左右 那就它就可以越过 或者说屏蔽掉 不少俄方的探测系统 那么最终在打击的时候 它构成了打击的 效果的时候才被发现 就这个事件 从战场上来讲 我们说是完全可能的 请教杜先生 今日我们关注到 乌军情报局长爆料称说 已在普京身边安插线人 那同时我们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 在记者会上是暗示说 瓦格纳集团创始人 普里格任 或有被下毒的风险 同时在同一天 我们看到美媒发文炒作 说俄军高层内部存在分歧 那结合以上种种 您觉得美国 这是要对俄 发起一场混合战吗 大致分析 目前前线陷入僵局 从这个扎布尔热 到这个巴赫姆特 以及在利马方向 乌军的各种反击行动 包括俄军的各种进攻行动 成效都不大 如何打破僵局 西方国家认为 如果前线打不动 就在好方打 如果外面打不动 就在里面打 所以各种谣言 包括以认知战户核战 作为基本模式的这种信息 在不断释放 如果说在普京身边 有这种间谍 有他的线人 这样形成人人自危的 相互猜测的状态 大家就无心进行各种工作 而且这种所谓的警戒行动 包括这个清理行动 会严重降低 总统办公室的工作效率 同时也会让总统办公室 每个人都感到自己 有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 这样决策过程 就会相对缓慢 第二 如果炒作 什么瓦格纳的事件 实际上在告诉 其他的雇佣兵团 不要与俄军联合作战 炒作高层的分歧 美国一直在这样做 你包括炒作国防部长 和这个部队的分歧 炒作决策过程中的分歧 实际上都说明了 西方国家目前 对俄罗斯的作战行动 有了另外一个拳头 软拳头 如果堡垒从正面 无法攻破 那就能内部让它坍塌 而且通过自相残杀 形成这种状态 总之的美国借助乌克兰冲突 所发起的冲突行动 跟二战跟冷战完全不一样 它会把目前的网络信息 作为一个高效利用 通过传达美国人 想传达的各类信息 让俄罗斯内部陷入 一个混乱状态 只有俄罗斯乱了 美国才有机会 那针对早前一架无人机 在俄边境核电站坠毁一事 我们关注到普京表示说 要加强讨论 对这个关键的基础设施的保护 那您觉得核电站周边 不断遭袭 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 这次库尔斯克核电站 它和过去我们讲的 扎布罗勒的核电站 它还不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知道 扎布罗勒它是在乌亚境内 是在整个战线的南部 严格意义上 这个方向是战争方向 战区方向 但是这次库尔斯克 它是在俄罗斯的境内 也就是它是在俄罗斯 整个边境地区的西部 西南部和乌亚接壤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事实 它本身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的是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乌亚它对于 俄罗斯本土目标的打击 特别是它的边境地区的打击 不再指于普通的一些设施 而是朝向的更加危险的设施 我觉得这个型号是最敏感的 而且这次普京讲的 就是针对这些 比较重要的这种 重大的基础设施的防护 它从目前核电站的防护来讲 我认为存在一定的难度 因为过去我们通常所讲的 核电它的安全性 更多我们指的是 核电自身的安全 比如说你压水堆的安全 你整个这套系统的安全 它指的是工业性的安全 它并不是整个涉及到 战争如果进攻你了 然后你的安全 所以通常这种核电站 它是没有什么 S-300 S-400去防护的 更多的是一种工业上的监控 所以我想 如果现在库尔斯克核电站 它成为了一个 现在可能的新一轮的攻击重点 所以它当然会引发 俄方必须要对这种目标进行防护 那么这个防护 它当然可以用更绵密的 更多的装备的防护 但是同时我觉得 还是要根本上解决 目前俄罗斯境内对于无人机的探测 就这方面还是要加强 据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15号 韩国总统尹熙悦突然造访乌克兰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 韩国总统首次访问乌克兰 我们来看短片 据韩联社报道 当地时间15号 韩国总统尹熙悦突然造访乌克兰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 韩国总统首次访问乌克兰 邻居韩美称 韩美两国13号实施了联合空中演习 美军B-52H战略轰炸机参演 并与F-16战机 以及韩国空军的F-15K战机 在半岛上空操练了联合编队飞行 这是B-52H在上月30号后 时隔13天飞临朝鲜半岛 报道称B-52H载弹量达到31吨 可携带2000公里射程的空地核导弹 设程6400公里以上 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 14号发表讲话表示 彻底压制和粉碎美国反朝核对抗政策 是属于守护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 免受核战争浩劫的正当防卫权 金宇正表示 由于美国侵略性挑衅行为 朝鲜半岛局势现在濒临核战的临界点 核战争爆发已经不再是假设 并逐渐成为东北亚地区国家 不久将感受到的残酷现实 金宇正强调 美国越是不撤回 鲁莽而挑衅性的对抗选择 执迷不误地继续下去 情况越是会朝着 对美国极其不利的方向发展 另一据报道 朝鲜12号试射了火星炮18 洲际弹道导弹 朝中社报道称 此次试射证明了 新型战略武器系统的能力 可靠性和军事效用性 韩国总统尹熙悦 为何此时突然造访乌克兰 美韩举行联合空中演习 将对地区安全构成怎样的挑战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林女士我们关注到15号 韩国总统尹熙悦是突然造访乌克兰 那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韩国总统首次访问乌克兰 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举动呢 看似突然实际上并不突然 我相信在他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 事先应该说他就有这种安排 只是事先没有公布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 只有四个亚洲国家参加 你包括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那么这些国家他参加 这个身份给你的更多的 他不是说我是北约的一个利益的输出 更多的他是个交换 就希望的这些国家呢 更多的在未来配合 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扩张 包括在全球事务的这个话语权当中 他是需要发挥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首先 就是这个迹象让我们看到了 下部有没有可能 韩国在整个的对欧军援方面 包括在纳入到北约全新的框架方面 他会有新的动作和新的作用 这是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第二个呢 实际上也是反映出 韩国当下对于寻求自己提升国际影响力 他的一个主观上的非常强烈的愿望 因为在北约这个框架下呢 给韩国还是有一些实际的待遇的 包括像加入网络防御中心 对吧 包括更多的让韩国的一些专家 学者加入到目前的 整个的一些演练过程当中 虽然不是大规模的 但是呢 这种近距离的加入 那么我认为 以些寻求的是下部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个作用呢 就是不再把韩国定义为 只是在东北亚地区 作为美国的盟友去出现 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国际平台走出去 而这个走出去呢 就是在北约框架下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个呢 我是觉得 这次是他发出的一个 非常明确的信号 那请教杜先生 我们看到美韩 近日举行空中联合演习 还出动了B-52H战略轰炸机 您觉得这是不是为了 针对前一天朝鲜试射的 火星炮18洲际弹道导弹呢 这个意图很明确 目前战略轰炸机 在半岛的定期部署 美国有了承诺 叫所谓灵活的核延伸保护 实际上这么做呢 大概有这样几个点嘛 首先通过战略轰炸机 给韩国砍 洲际导弹的发射 周期很长 它需要组装测试 需要发射方案 需要一些的技术检测 那个打出去后的周期 比战略轰炸机加上油 就在半岛地区炫耀武力 这个周期呢不对称 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刻 一定是针对火星18导弹试验 展示自己的核打击能力 而且是想来就来 以什么方式都可以来 以多种方式 在半岛地区 对韩国提供延伸核保护 第二很显然 它给朝鲜看 它认为自己的核打击能力 无论是数量平台 包括打击的灵活性 比朝鲜高得多 如果在半岛地区有核子 无论是小型的战术弹 包括这个远程洲际的战略弹 美国都有办法进行高效遏制 另外我感觉呢 美国这场空中秀和表演 还会给大国看 因为在半岛地区 展开这样的轰炸机 进行各种作战行动 很显然呢 这个超出了它作战的基本需求 但是美国目前呢 要把这个兵力优势 给提高到一个这个畸形状态 以前讲杀鸡有牛刀 现在它把这个刀又扩大了 用杀大象的刀都可以这样做 如果展示出这个状态 它认为大国也可以感受到 美国空中能力的威慑 因为B-52如果在半岛地区飞行 它只是在作战过程中 飞了很小的一部分航程 它的作战能力还可以在周边释放 所以无论是在半岛地区 部署什么低风中程陆军导弹系统 部署萨德系统 部署这个B-52 包括其他的战略弘弹机 以及呢这个攻击型核舰艇 包括弹道导弹核舰艇 它的目标是在增高半岛局势的同时 向大国展示自己的核肌肉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